TBS 約六湖台 我最近情報戰 今天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隨著近期像是奧運等等的 P0.5在台灣 真的是越來越是要重視了 而台灣的奇特男孩Nana 她才剛滿9歲而已 就已經拿下了超過30座的獎盃 而且她也是在國際的 P0.5賽事上面拿到了冠軍 而這次今天她更上一層樓了 原來今天發了她的人生當中 第一支單曲 天啊 我自己9歲的時候在幹嘛呢 真的是不知道耶 因為今天Nana她發這支單曲很特別 她跟經紀公司是簽下了8年的合約 而且這次發單曲 是她的第一個任務 而且還找來了歌手艾莎來一起站台 兩個人一起跨刀合作 剛剛在舞台上看到的 就是她們兩個一起的表演 不只是有加上B-BOY 還有BREAKING等等的 中間的這個舞蹈串燒 也是非常精彩 大家看了是不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呢 而Nana剛才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很明顯感覺到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緊張啦 不過沒關係 因為她說她今天發這支單曲 她自己本人非常非常的開心 艾莎也說這次很榮幸可以跟她一起來合作 不過這次發單曲之後 還會不會有其他未來的活動呢 她則說她自己不太能確定 只希望有人可以跟她一起跳這首歌 我覺得就是很新鮮啦 很好玩 那對這個發這個新單曲啊 你自己覺得說中間有比較困難的點是什麼 比較困難的點 因為這個單曲的排舞還有歌詞都很長 所以要慢慢的去記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你自己覺得說剛剛也有問吧 跳舞跟唱歌哪一個比較困難 還是你現在覺得你都克服 唱歌就是我還不習慣啦 要慢慢我再習慣一點就會更簡單 剛初就是受邀請Nana跟Nana一起合唱 會覺得喔好開心 而且她又是世界級的 這麼出名的一個B-boy小朋友 會覺得哇 接下來這首歌一定是跳的 非常的就是跳得很滿 會覺得很期待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喜歡跳舞 所以就是當初受到邀請就很開心 羅志祥 我希望你下次能 跟我一起跳這個舞 喔 最後喊話誰呢 喊話羅志祥 希望她能跟Nana 一起來跳這一首歌 而這一次這首單曲 也是她人生當中的第一次單曲 所以是讓非常多人 都是相當的期待 想必又可以創造出 一波Challenge的蜂巢 以上是今天的最新情報戰 就聊到這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